为因应乡民洽工安全便利的需求 吉安乡长游淑珍积极寻求多位现议员的依注 建议款共300万元 针对乡公所前广场进行的重整 改善铺面同时提升无障碍设施 以及附幼优先停车格 打除了北侧以及护镇事务所和派出所后侧门的人行道重建工作 建立更安全的人车动线 在多位现议员的建议款溢柱之下 吉安乡公所展开大门前广场和周边人车通行的改善建设 安全建设大家一起现乡共同努力 谢谢我们吴通声议员 李正文议员 吴建志议员 谢国荣议员 以及金淑敏议员 为我们溢柱在吉安乡的建设跟谱整 吉安乡公所的黄厂 几近二十余年没有作为一个抛除改善 都作为补强的一个建构 这一次谢谢五位议员的溢柱能量 让我们进行了三百万重整 将我们全部的地面来做抛除 来做重整 因此还给大家一个洽工 非常适性安全的好环境 再一次感谢花联县政府议会以及吉安 代表会和我们公所共同承担起 我们环境维护最适性安全的建设在吉安 这次工程内容包括了改善铺面 规划无障碍设施 附幼优先停车阁 还配合吉昌一阶地平下降工程 提升行驶安全性 也增加北侧和护震事务所 即派出所后侧门 人行道打除重建 要建立友善的人行空间 调降两侧勾盖板平行安全动线 修缮整理成为停车位 还有专用人行道的安全设施 信员们也到场会刊 对吉安厢积极打造安全的行车环境 表示高度肯定 他们也承诺会持续支持 吉安厢正确的永续建设 介络会吉安厢报导